观世音菩萨名号的由来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我们看心舞 耳根源通 这个是在本经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正宗 它正是加倍本经的当机 因为阿难尊者多生多劫都是多闻 以耳根听闻佛法 佛陀说 你多生多劫听闻佛法都是向外攀缘 你不如一日一夜当中来反闻闻自信 就是 你听闻佛法 是谁在听闻 你应该从听闻佛法当中产生回光反照 所以这个地方佛陀等于是加倍藏击中 使令他能够救路孩家 所以就把他放在最后面 而且是对整个修学的过程详细的加以开展 加以说明 这当中有两段 第一段序物缘起 第二个谍证解答 先看第一段的仁医 这个仁医是教化主观世音菩萨叙述自己开悟真如本性的整个因缘 这个地方有三段 一 执佛禀教 二 一教修正 三 由正启用 先看第一段 执佛禀教 就是遇到了古佛而禀受教法 二十观世音菩萨 即从做起 鼎立佛足 而白佛言 世尊 意念我惜无数横河沙节 于是有佛出现于是 明观世音 我于彼佛发菩提心 彼佛教我从文思修入三国地 这个二根元通的主要修学者就是观世音菩萨 这观世音菩萨名号的由来 所有的菩萨都是以功德安利名称的 他有这种功德 所以他有这个名称 那么这个菩萨的安利是怎么回事呢 有两层意思 第一个 从这个菩萨因地的修正来说 因为菩萨在因地的时候是观察音声而产生反文文自信 就是菩萨在听闻音声的时候 他不随外在的音声而转 而回光返照 去观察能闻是谁 从这个地方而误入了整个元通 从音声误入元通 所以叫观世音 这是第一个 其次 从他的果的功德来说 观世音菩萨成就以后 他等于是 十方众生受诸苦恼 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 那么观世音菩萨就观其音声令其解脱 所以他是寻生救苦 他果地上的妙用 也是寻着众生的音声来救拔众生的痛苦 所以他叫做观世音 这个地方有因果两层的意思 他叫做观世音菩萨 他叫做观世音菩萨 带已叫做观世音菩萨 那时他就叫做完全禅菩萨